雖然白鹿颱風剛過境 有些地方要來的可能風雨也很大 可是我發現 我們很多人有 只要我們有一次懺悔的機會 大家都會很用心排除種種的問題來參加 事實上我到現在還發現 很多人之所以願意來參加這種懺悔的法會 是因為認為我自己有很多 以前我做了不應該做的事 可是到底是什麼事讓我們去 造成很多的病苦或者是說 種種事業上的障礙 所以我們有很多人進行過 去跟他一起做什麼 在這個地方 就是有很多人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就是有很多人在這個地方 而且我來講 就是有很多人在這個地方 不管經營哪一家 都會有很多障礙 兩個多月前 有一位居士就告訴我說 師傅真的很難得那一家呢 他真的坐到無蛋無奶的餐廳 我去了以後他告訴我說 但是完全沒有啦 可是某一些我要改變的時候 他還要有一點點奶 而且他都認為那個是有機的奶 對啊 佛不是講 我們不要去殺生 你有很多牛你就可以擠出很多牛奶 但是我們講現在的奶真的不能吃 然後我們講說 我們有很多抗生素 很多荷爾蒙 讓七八歲的小孩子 吃了那種東西很快就成人 女孩子 我發現以前我們那裡可以聽到 有八歲就可以生孩子的 現在真的有 那就是他用那個生長技術讓他成長 現在有些人看他身體很健康 他最健康的講 他會學生的成長 他用那個生長 然後他會覺得一開始 有一隻好 沒有去吃那些東西的 連蛋都沒有吃人 去真正開刀了 很快就能夠癒合 為什麼 他只要用一點點抗生素就夠了 這些沒有人會了解 三天前 那個老闆 他感覺到 我們這次良房法會 他來參加一個法會以後 有很多他以前認為 他覺得很奇怪 就是解決了 然後前天他要來的時候 他就匆匆忙忙 在前一天晚上告訴我說 我明天想到嘉義來 我說很歡迎 然後我們這裡的人 有一項他們的公司 如果有什麼活動 一項他們的公司 一定要做事 他也去試出過他們的東西 我認為他很不錯 那我說 大家來這裡先商量一下 結果他當天早上要來的時候 他覺得 不行啦 要出發之前 頭又痛 又上吐下瀉 他不能來 他沒有辦法開車 他突然間就叫他的一個 大廚師 他說他們在那裡 我去那裡 西 мне 還是要來 馬上去那裡 你看 那麼多會事情 他要去那裡 我去那裡 那個時候 他也要去那裡 他媽媽 那時候 他走 奇怪 我好像在哪裡看過你 他說 上一次我才跟誰一起來的 或者我昨天才來過 我去了三次 那一位大廚因為受到他們老闆的嘱咐 他說 師傅 熟的東西他不會吃 他來的時候你就特別跟他 弄一個最新鮮的沙拉給他好了 所以我說 這個人我好像看起來有一點熟 他說 就是我們 你去的時候他特別弄一個東西 喔 是這樣子 我長話短說 他認為他們以前 多少年這個老闆是做婚的那種 餐廳做了很多年 那現在他改變了 結果為什麼家裡還有很多問題 等一下那個廚師坐下來的時候他說 你現在都弄很乾淨喔 有弄到很乾淨給人家吃 請問你 你身上還有很多牛肉 海鮮什麼什麼味道 你自己現在有沒有吃 有喔 他嚇了一大跳 他說 你在素食餐廳做 而且掛在手上 對不起 我手上從來沒有掛念珠 我也不拿技術器 我也不拿技術器 我比你們任何一個人還懶 為什麼 人家還會說我今天除了五百遍 一千遍的地上 那個往生做我都沒有 他就跟他講 你再比那個更大的都沒有用 你還在吃某一些東西 他嚇了一大跳 我說你想想看喔 連你要放到那裡面的那些 我從來不理這個 叫做那個什麼 那個Racing是什麼東西 調味醬 我都不吃的 他連裡面有什麼東西 他都跟他點出來 可見我們現在很多人 我來懺悔 我把前面的懺悔 可是你真正能夠懺悔到你 從以前來的一些習氣嗎 我在那裡坐著 就自然有完全沒有接觸的人來講 只有再也會一次機會讓你懺悔 你再沒有歐靈機來 真正耶 看到那些人真的都很可怕 那一天下午 又有一位居宿 他帶了他的家裡的親人來 他一個人吃素 吃得很痛苦 為什麼 全家人都反對 只有他一個人吃 那正好呢 我們陳醫師 陳醫被醫師 他那天下午 他也有事想要來跟我聊一聊 我就說 你要不要跟大家聊一聊 陳醫師跟我講了什麼話 那有很多人在家裡 他沒有養三養四年多 他還是家裡從來沒有青菜的 要吃火海鮮還是 從台灣飛到兩個地方 前幾年 他們家的人來的時候說 你们吃还不是在台湾吃海鲜 还会到两个地方坐飞机 一年一定要飞去两个地方去吃海鲜 然后家里面的人现在 从他的体验 知道你造的业 不管造什么业 你在名利上 一直为了自己的名利 愿意怎么样都要去伤害别人的 你现在都认为人家都对你不好 你已经做得很好 拼命的去跟人家讲 我哪一方面好了 怎么什么 结果他还是觉得很痛苦 很寂寞 有人就跟我讲 师傅 我看到某一个人真的很可怜 名利心放不下 在这里讲得好像头头是道 那个人的痛苦也是没有办法 今天在我们直播的 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线上有很多朋友 今天还有人跟我特别交代说 师傅 今天不管怎么样 你再怎么累 我也希望你到现场 因为在国外 尤其是这一次 从北京来有很多位 他们回去了以后 整个家庭都改变了 说实在的 我昨天一整天我都没有办法出来 那个马医师跟我讲 你身体已经在极限了 你要不休息就不行 可是我今天早上听了 我说假如我可以 我还有这个精神的话 我愿意出来让大家都了解到这个因果方面的 拜的时候也许有所感受 出了这里以后 我们的境界当前 又忘了 名利心又起来了 种种的作为都有了 甚至于像那一位厨师 他在人家面前弄得很干净 可是他还一直在吃荤 我就想到这个吃荤跟吃素 有没有因果 这个问题 如果以一个内科的医师来跟大家讲 没有办法了解 那个怡辈医师来我们这里几年 我从来没有听他坐在那里说 普通的医生都是只有解剖 大体的时候有用到 对不对 其他就是外科医师才会去 每天解剖啦 活人拿来解剖 他真的是去体会了很多 包括你吃的 你杀的 跟我们以前有没有关系 刚才一辈医师在这里拜佛的时候 然后他被 叫到里面去 说你们家族以前也有造业 然后我们在这里 我也请他来分享过的陈碧仲医师 他刚才有讲说你爸爸有一点什么 有没有 他说有 所以杀生不只是 这一次我们吃的用的 甚至于我们以前造的业 跟我们这一事都息息相关 我不希望大家只是身体来这里忏悔 那个嘴巴念忏悔 念几百遍 结果心理一念都 都没有真心忏悔的 了时间啦 那么大风这么大雨 你们不怕你们来的途中 没有办法 来到或者要回去的时候有什么 大家都要来 到底我们在一念之间 一拜之间我们能够真正的 我们跑步就试那种 不能够进行 胡言 他想來很久來這裡幾年以後 他改變了 他不改 是為什麼 我想 你就從你的 醫生的觀點來看 我們照月受報的問題 好不好 陳一貝醫師 看起來很年輕 陳一貝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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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還沒有開始吃素的時候呢 我們其實我在日本留學六年嘛 那六年的期間說實在我並不是過得非常的幸福快樂 相反的我過得是異常的痛苦 甚至是比我以前在台灣當住院醫師的時候 甚至在行醫的過程中是加倍的痛苦 因為我想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日本的個性 他們是很丁金 就是甚至有點苛刻 那又是一個外來的人士的話 他們當然對台灣人會比較友善一點 但是他們會希望他們會對你用顯微鏡來看待 只要你稍微表現得不好的時候 他們會更放大地去看 所以我慢慢地我就有意識到這一點 我發覺說我去到那邊留學念書 不是只代表我個人 有時候是代表了背後介紹我去的長官 院長 甚至代表了哪一個醫院 有可能甚至還代表了台灣這個地方 所以我意識到這一點的時候 我就開始去思考說 我應該怎麼做 我才能夠讓人家看得起我 那我就開始慢慢地去改變我自己的個性 因為我發覺說如果我不改變自己的個性 用在台灣的那種得過且過 或者是存在任何僥倖的心態的話 我不踏實地一步一腳印去跟他們學習 不放下很多身段 謙卑地去向他們請教問題的話 我是不會得到任何的收穫的 那當我開始改變了自己的態度的時候 我覺得人家也同樣地都感受到我的改變 然後呢我的教授大概觀察了我一年 因為博士正常的話是四年畢業嘛 但是一般不會這麼地如期四年畢業 一般都會到六年七年八年 然後還有一種就是我們說的那個 我們說的那個中生博士念到老 還有念到十年還沒有畢業 那我發覺說不行啊 我第二年的時候我要開始我的研究工作了 不然的話我可能四年 我沒有辦法拿到我的學位 甚至六年也是有點困難 那沒有想到我改變我的態度了之後 我改變我的個性 第二年我發覺說我的教授就開始請了一位 一位非常在日本非常有名 有學術地位的病理學的教授 來教導我 那位教授是她的她是一個很低調的人 然後呢她但是她早期肝癌是她確立的 什麼叫早期肝癌就是在肝硬化到肝癌的過程當中 中間那個很細微的那個分界線 那個一個是已經癌前病變到進入癌症的那個微細的地方 就是她發現的 那她因為早期肝癌的定義只有日本她定義的是最清楚的 全世界只有日本有這個定義 其他的國家譬如說一般我們用的是西班牙 就是巴塞隆納的分類 還有一個是WHO的分類 這些分類對日本來說都已經是中晚期的了 所以日本他們在定位那個肝癌是很準確 而且非常的細膩 然後準確率真的是高到99.9% 那她全世界裡面只有日本有 那在日本裡面呢 只有我之前去的那個醫院有 因為他們的切除病例是全日本最高的 那後來呢 這些病例呢 又落在我身上 所以全世界只有我有 對 那我不是說要標榜說 我很厲害或什麼 不是不是 不是這樣子 而是說我從這個裡面 我看到了非常非常多的不一樣 還有很纖細的地方 甚至我看從顯微鏡下 看到了非常多的業障 還有我們飲食習慣 造成我們很多的病痛 我們都不知道 結果我們還一直 就像GPS啊 它一直在迷航 它就一直導 就是導航導 幫我們導到不同的地方去 但是你開始吃素了之後呢 好像你的GPS換成了GAMI系統 然後它就幫你導到一個比較精確的地方 當你輸入一個地址號碼牌的時候 你可以在什麼很短的時間走到一個正確的地方 就是吃素跟吃荤的分別 那我在日本的時候 因為日本那時候我那個病理學教授 來教導我的是分子病理學 分子病理學又比一般我們顯微鏡下看的要更細膩 因為它要做一些特殊染色 然後可能要做20多項 它才能夠判別一個疾病 為什麼判別疾病這麼重要 因為它跟你的生活習慣非常的緊密相連 像我們有曾經看過 就是說我們從現在最多的膽道癌來說好了 肝臟的肝臟的疾病它有分肝癌跟膽道癌 因為我們肝臟是一個很複雜的多樣性的器官 那我知道台灣肝癌的人數也很多 尤其是肝癌在回推就是肝硬化嘛 然後再往回推就是B型肝炎或C型肝炎 那現在還有那個非酒精就是酒精性的肝炎 大家要喝酒啊 說感應化喝酒就喝掉了 我們家附近有那個患者就是這樣 說他感應化 然後我們就說那你要戒酒 然後他就說沒有 我喝酒我都天天醉 天天醉 最大個程度我的肝臟就會掉了 但是你們知道感應化 還有戒酒液 戒酒液它戒的是表面的 但是真正的酒精它會存留 真的是存留在我們的人體裡面 我覺得戒酒液那個是害人的 我喝了很多 然後再喝戒酒液 我的酒精不會被發現 還有什麼保XXB 或者是保利XB 類似那一種的 那一種都 這樣說會不會 好啦 OK 對就是那個危險 很危險 那為什麼就是說現在有一些 這是我們傳 剛才我說的那個是一個傳統的 那個肝癌的發展過程 但是現在有一種新型的 就是它的肝癌的發病率 是越來越年輕化 為什麼 因為年輕人喜歡喝手搖茶 奶茶 吃炸雞 然後吃一些乳 脂肪的東西 這些 我在日本已經 已經學到 他們叫做 NASH 或是 這個都是代謝性的障礙 引起的肝癌 然後疾病是年輕化到 50歲以前 甚至40歲以前 就有看到那個 已經開始有肝癌的 那個跡象出現了 那它的 它的那個 顯微靜下看是多可怕 這種非酒精性的 年輕化的肝癌 因為它肥胖嘛 還有代謝性的障礙 結果它靜下裡面的細胞 它是呈現空洞的 完全是沒有功能的 全部都被溶解掉了 都是白色的 因為他們 我們做染色的時候 它第一層要用 那個 紅色的 那個 樹木樹染色染 然後過來要定色 然後你拿起來之後 烘乾 再縫廊 所以那個過程很 很繁雜 但是一看了之後呢 哇 你會覺得那個靜下 是一個很多彩多姿的 那個世界 我們那個病女教授 他可以從一個人的那個 病理切片 去看到這個人 他的家庭因素喔 他是什麼樣的性別 你不要告訴他 不需要看那個 那個卡路底 不需要看那個 病人的那個 基本資料 不用不用看 只需要 他只看到靜下 就知道說這是男的是女的 他喝酒多少 多長期間 然後這個 他的乾硬化 他是屬於酒精性的 還是非酒精性的 那這個人是戒酒了 還是沒有戒酒 他是個專業到 可以看到這樣子的 基本資料 我們有一次就考他 結果 我們說 啊那先生 那你就先看一下 我們就故意不跟他說 他的基本資料 他就開始說 這是一個女性 她一定是吃那個雌激素 就是 可能有吃那些 比如說 那個避孕藥 是多了 所以呢 他的這個就是 叫做血管癌 怎樣怎樣怎樣 就開始講 因為我們拿出來 一對照完全就是 打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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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就是已經專業到這個程度 所以後來我從他那一天 那一天的那個經歷 我才驚覺到說 喔原來 當我們要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甚至要深入的 去了解一件事情的時候 很多的 你基本的嘗試 你基本的技能 他其實是很需要的 我打斷一下 那陳醫師 你看到那個情形以後 你有沒有想 殺生吃 分的跟這個病有沒有關係 有沒有發現 超級有關係 非常非常 那時候有沒有發現 在學校的時候 沒有 因為我的GPS是迷航的 我迷路了 所以我只有看到說 因為我那時候吃婚吃很嚴重 因為從以前 我15歲就到澳洲去念書了 所以在一個西方的國家裡面 都是吃肉啊 吃海鮮 龍蝦啊 然後吃螃蟹啊 所以我被 我受到的教育就是 醫學教育是告訴我說 人如果你生病了 你沒有元氣 你就是要吃肉 然後 然後 所以我們就拼命吃啊 因為學校告訴我這樣子啊 我的醫學書裡面 也是這樣告訴我啊 那營養學我們沒有上過啊 醫生是不 醫學院是不會上營養學的 對 那 我吃了之後呢 當然我自己也有很多的問題 對 比如說 那個便秘就是跟隨我了好幾十年 幾十年了 那我也是從吃素開始之後 我這些狀況都都都都好了 就逆轉了 那 其實 你吃藥要吃多少 你自己是醫生啊 正常的軟便劑嘛 正常的是一天一顆就好了 那 植物忍嘛 長期臥床是一天兩顆到三顆 我比植物忍更嚴重我要吃四顆 那吃完四顆之後還是沒有用 對 所以這個就是我的狀況 那 現在吃素之後呢 你也不用軟便劑啊 就正常 就很 早上就很滑溜啊 就很順暢 就很滑溜 對啊 所以就 沒有 沒有這些症狀出現 那 因為 又受的是西方教育 然後 又是學醫學的 我永遠都是要看數據 然後你要用科學的理論 實證來告訴我 我眼睛看到了 我有實證 我回 我上網去查了 我們有一個醫學的資料庫 我看了很多的那個 你要告訴我這些東西 我才會相信 可是呢 我 一開始要吃素的時候 其實我是 存在很多的懷疑的 因為我覺得吃素的人 都是有點那個 那個 Are you sure? 嗯 我錯了 我錯了 對 所以我真心求懺悔 你不是跟我求懺悔 不是 我是跟我重生 你有沒有吃我 跟他們求懺悔 對 那 對啊 我真的是錯得非常的離譜 因為我想說 其實在吃婚跟吃素 它不是一個一線之間 也不是一線之隔 而是它可能會翻轉 你整個人生的過程 那我在吃婚的時候 當我在 我那時候在日本的時候 我其實還沒有吃素 但是我在看這些切片的時候 我那時候只是想 為什麼有那麼多人 為什麼人會有這些病 然後到這裡研發成這樣 我們那時候會覺得說 應該是DNA有錯 所以我們就會去用很多方式 比如說要從切片裡面再取 那個人的DNA 然後下去再做提出 然後再分析 其實這個都是做白工的 做白工的 而且浪費很多的資源 對 因為 你如果不去吃薩西米 你膽道 就不會有膽管癌或是膽道癌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在那個彰化椅海鮮那一塊 它的膽管癌跟膽道癌的那個 那個發生率是很高的 為什麼 因為它吃鵝啊 然後就是吃海鮮這些東西 我聲明一下 事實上 純醫師也沒有那個神通 為什麼 它會知道在那個海邊的怎麼樣怎麼樣 其實它是肝膽腸胃外科的權威醫師 所以我講 它有很多活體到有病的時候去讓它解剖 它才說 這個區域的人吃什麼有這種 你那天有跟我講說 有些人像那個摳龜 看起來滑滑的 可是你摸起來 你用你的手去摸那個肝會有什麼 你把這一些讓大家知道比較好 好 那個 其實權威是沒有 是似乎不嫌棄啦 抬舉的 然後 其實我們在開刀的時候 你看到我們以前常做就是肝癌的患者 那肝癌患者就像我之前說的就是 它有一個基本的路徑 肝硬化 然後B型肝炎或是什麼的 那我們開下去 你會摸到那個 都會摸實質性的去摸到那個肝臟 像什麼 綠色的摳龜 那個質地就是綠色的摳龜 而且是肝掉硬掉的綠色摳龜 就是那個樣子 就是很粗糙 苦瓜 惡菇就是苦瓜 綠色的苦瓜 那個肝硬化的質地就是像這樣子 對 那個是 然後呢 脂肪肝是什麼樣的感覺呢 就摸起來很像 寒天 那個 那個 膨起來的那個寒天 然後裡面是虛的 就是有那種彈性這樣 是這樣的 寒天是那個 海草 做的那個 還是好 其實跟你們講 很多人都說 喔 日本的寒天很貴 很有名 它是我們 基隆那邊去採那個 那個東西 然後把它漂白以後 送去的 因為有一次我們 那邊 就是 日本311的時候 就大家不願意吃那邊的東西 基隆有才說我們這個 不要採那個 叫做石 石 石什麼 所以 因為 日本拿去做寒天的材料 現在賣去也沒有用 有人買那個寒天給我說 對不起 這個是 海裡面的東西 你不一定要從那邊買 他們都認為 這日本的寒天很貴對不對 我不太吃 我還是用我們的 看起來綠綠的這樣去煮一煮菜 有沒有 這個是很好的東西 那個寒天 我不知道煮了那個 裡面摸起來的那個 他摸起來那個質地就是軟的 而且你戳進去就是有油 真的會出來 就是你剖開了嘛 我們剛剛是在 右側下肌肋這邊嘛 然後那個 所以因為它就很油 你怎麼會這樣 所以就很燒 那一天 那個整個人都會覺得說 因為已經被訓練了 到最後吃飯都沒問題啊 對啊 所以就習慣了 那還有一種就是膽到癌的 那個在日本看的非常多 因為日本的也是很多漁民 那因為我們那個中心 那個叫消化器中心 它是主要就是做肝膽未常的 然後是號稱應該是全日本 他們是最台獻的 最辛苦最辛苦的一個訓練中心 那最厲害了 台獻 沒有厲害 辛苦啦 最辛苦的那種 對對對 因為它病例非常的多 而且會從整個日本各地轉過來的病人 都是已經是叫做罕見疾病 其實它醫院沒有辦法開了 它才會過來 那我們看到膽到癌的是怎麼樣 剛才說的膽到癌都是一般是吃海鮮 那它膽到癌怎麼樣 切開了之後 我們膽到就像我們的樹枝樹幹這樣子 它會有很多的分支 然後裡面也有那個門脈系統 門靜脈的系統 還有那個動脈系統 結果它膽到裡面呢 全部都很像什麼 它會分泌那個黏液 那黏液像什麼呢 就是像我們那個台灣那個 透明的那個狗仔 醬糊 那種醬糊 然後醬糊它變成膠狀的 越嚴重的膽到癌 它的膠狀越嚴重 所以你用那個鑷子把它拿起來之後 它真的就是一個柱狀的 對 那你這個表面上喔 這個都還好嗎 都看不出什麼嗎 就是感覺像是漿糊 黏得很緊的漿糊 你知道把它做成切片之後 你去看那個顯微鏡 全部都是一顆一顆的蟲卵 一顆一顆喔 有的還有那個成蟲喔 已經這樣捲曲 然後塞在那個膽關裡面 所以有些甚至你不用用到那個 那個不需要用顯微鏡看 成蟲的話你可以用MRI看 就是用核磁共振看 它那個會 它會反觀嗎 就是會有 你如果把它打造影機的話 你會看到一隻蟲蟲在裡面 所以裡面就是蟲蟲危機 嗯 那我再打斷一下 對不起 那個MISO是日本 最好的一種 一種營養品 我看到有很多MISO裡面 都有那個 鹹魚 對對對 鹹魚 那有些人說 我們不知道啊 買來吃 你是認為買來吃 有醉沒有醉 還是買來吃會對身體影響 請問陳醫師 我因為我不知道裡面有煎魚 所以我吃素 我雖然買了那個東西 應該沒有醉嘛 啊可是你吃到裡面是有沒有 有沒有影響 不是醉不醉的問題 我請問你 這個很多人都認為沒關係啦 師父 或者是說 啊就出去啦 給人家方便 不要跟人家那個計較啦 齁 師父我懂您的意思 師父 說這其實真的是 我對我來說是自欺欺人啦 因為我們MISO裡面有 有監語 我們翻到後面的那個成分 我們就知道了 不需要因為說 我吃素好好好 我這個就好像得過且過 那個真的是在蒙 只是在蒙騙自己的內心而已啊 對啊 就是很真實的 我就必須要這樣說 所以 一旦我們決定要吃素的時候 是不是對我們 對我所做的每一個決定 我在吃的每一樣東西 甚至我用的每一樣東西 我都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因為 只有每一樣的小心 你才能夠成就自己的健康 如果稍微一個偏差的話 咦 我們可能就跳尖了啊 就脫線了 就 這個就是我的感受 很累 沒有錯 但是 常常在跳針 在走鐘的話 那個更累 因為 必須要花更多倍的力氣 再把自己拉回來 我自己認為 那個是不符合經濟效益的 也不符合經歷 經歷的效益 我自己覺得說 我對我自己的訓練 跟我自己的那個承諾 是 我在做每一件事的時候 我都是很認真的去思考說 讓自己保持一個很高度的覺知 我在講這句話 或是說我在想這個時候 想這件事的時候 我的每一個起心動念 它有沒有很純粹 是不是很單純 還是我只是在考量我自己 我沒有考量到說 我這個起心動念 一做了出去 一開始行動了之後 我有沒有影響到 周圍的任何一樣事情 這可能人會過度謹慎 或是怎麼樣 可是 我覺得如果 如果不透過每一次這樣的練習的話 那 我整個人會很患散 我不喜歡 我的生活過得這麼的 這麼的 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做什麼 我覺得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因為當我不知道在做什麼的時候 我可能 我的習氣來了 我的業障現前了 那就是一個排山倒海而來的 最後我又要去承擔這一份 這個後果 我有沒有那個體力 我有沒有那個智慧可以去承擔 如果沒有的話 也許我就被拖垮了 這個是我的感受 從飲食 我覺得從飲食然後到過度到 就是繼續延伸到我個人的行為 甚至到我的生活 甚至到整個環境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連貫的 很大方向的 它不再是說 我吃東西覺得吃東西 它其實是影響到很多 很多很多各方面面的 我再打斷一下 你記得那天那個 河南的婷婷 她講到很多導遊 加倍的錢給他們 還沒有人願意來 帶我們這一團的時候 曾經講到一件事情 人家別的拜佛團 只要願意那個都可以隨便吃 只是這一團如果有 願意退還給他們 不要叫他加菜 我就是基於那種 真的那裡面有一點建議 我們吃不行的那種觀念 所以很多人都說 好啦你讓我跟你這一團出去 結果出去 我們到歐洲的時候 就曾經發生這個事情 我認為你太過分了 所以我們這一團的人都沒得吃 我們自己還要帶東西到外面去吃 還不行 因為這些人他自己把自己的那種 認為 我已經算吃素了好不好 那你還要弄得這麼什麼嗎 所以還有一點點我請問你很多人說 以前我吃了這些東西吃很多 比如說海產然後肉類都吃了很多 可是我已經學佛已經吃素有 三四年還是十年 為什麼我現在還會有什麼毛病 那我請問一下說那個乾的那種 你以前吃的會不會成前一段時間 然後你的飲食 包括我現在告訴那一天 我就告訴大家 裡面吃是絕對不要去吃那種加工品 因為加工品裡面 丸子裡面有魚漿肉漿 大家都是問我都不知道吃下去 我就是說不知道吃下去 有多還是沒有多 身體裡面你有那個東西 一定會發作不發作有關係 可是有些人說我已經十年沒吃了 為什麼我現在還會有 某一種病爆發出來 有關係嗎 會不會成前那麼久 這只有你外科醫師 才可以跟我們講 有關係 對 因為我們的人體 就好像是一個容器一樣 那就把它想成是一個容器 然後我們每一個器官 它是容器裡面的filter 就是濾過網 那想想看 我們這樣子思考好了 如果說我這個容器 全部都是乾淨的水 然後之前沒有用活性碳 沒有用活性碳的時候 是一個乾淨 都是一壺乾淨的水 那這乾淨的水 我給它滴了墨水進去 那是不是會變淺 是不是先慢慢的會淺 可是我倒了墨水進去之後 它是不是整個會變黑 那我們的器官 如果是裡面的濾過網 濾過氣的話 健康的話呢 它慢慢排出來的水 它可能濾過網 它裡面的黑色碳汁的碳末 它就會留在裡面嘛 然後排出來 是不是就相對是乾淨的 這樣比喻會不會太難了 應該會早嗎 好 對 那 有沒有比較淺的 更淺的 我現在還沒有想出來 好 OK 我先試著說明一下 這麼說好了啦 就像為什麼有些疾病 我們所說的病痛 其實都是一個結果了 那為什麼它 你認為說 我們看到的它是一個結果 然後它是一下子就出 它就一下子就是出現的嗎 不可能啊 就像有些人有躁鬱症 或是有憂鬱症 它一下子就是有憂鬱症嗎 不可能 一定是它本身 它有一些很脆弱的地方 然後它的家庭給它很多的壓力 或是說它的伴侶給它很多 就是兩個衝突不休 然後結果慢慢慢慢的累積 就是冰凍三尺肺一日之寒啊 就是這樣的道理 所以 怎麼可能說 我們只是吃素個三四年 身體就會全部乾淨 我到現在還是 偶爾會便秘 然後偶爾會這個痛那個痛 那我自己就會去回想說 你看我吃素第二年的時候 我還在流鼻水啊 對啊 那其實還是有一些海鮮的毒素在裡面 還有業障 要不要比較詳細一點 你從做了幾年醫師還是在吃氛 然後的過程到現在你願意全部吃素 就算沒得吃你餓死 你也不要再去吃那些 這個過程中怎麼樣的變化 你可以跟大家講一講嗎 就像那天你剛才 跟那位陳先生在聊天的時候講的 我現在想回推一下 現在吃素 其實沒有素可以吃 我也不會餓死 因為以我的身材 餓個三天應該是沒有問題 對 所以那好 其實吃婚到吃素的這個過程 對 還有事就大概講一下 那我在日本的倒數第二年的時候 我在那邊就又多做兩年的研究員嘛 那是那一年的冬天 在那之前 我就 我有一些 對生命的東西有一些 有很多的 開始有很多的疑問 因為我會覺得說 我也很努力啊 我也沒有為非做歹 我對人也算是OK啊 別人怎麼對我 我就 他不喜歡我我就算啊 對啊 我想了很多 我也沒有做什麼不好的事情 為什麼 好像我的人生一直做 一直 越來越走下坡 我很努力耶 我真的非常非常努力 努力到我真的快跳樓了 我的 我的人生還是沒有起色 然後連到我們的家運 也是一直在往下走 我媽媽的健康狀況 我爸爸的健康狀況都在往下走 我就開始對這些生命的東西 有很多的存疑 那後來是 因緣際會之下 有一位朋友 他介紹我先讀誦金鋼精 那我也不想說 我也不宜有他 我想就請來 然後就唸 因為在日本要請一個金鋼 要請一部金鋼精 非常非常的難 我就到淺草寺 那邊有一間在賣那個佛具的 佛念珠啊什麼的 然後還有佛經啊 我就去請 結果他是到他們倉庫 很多人去日本觀光一定去過淺草觀音 雷門寺啊 它上面有幾個大燈籠 還有那個大的草鞋 應該會記得 那我金鋼精 我開始念一個禮拜之後 其實我完全不懂那個意思 我覺得那個好艱深喔 而且又是跪著念 然後又那麼長 那我也是沒有想 我沒有想什麼 我就是照他 我就是說他竟然給我建議 我就試試看嘛 結果呢 開始那一年的冬天 是日本最下雪下的很大 然後反正它變 那個氣候已經變化得非常不穩定 是 我突然覺得說 好啊那 因為那時候剛下班嘛 回到家 我覺得不要補身 要補身體 要補身體 我就去那個超市買了 兩大盆的牛肉跟豬肉 還有雞肉 對 然後就買了幾塊豆腐跟青菜 我就帶回家 我想冬天要吃火鍋啊 很正常啊 補身體嘛 就把那個牛肉全部啪 就倒進去火鍋裡面 結果我們倒進去吃完之後 嗯 就吃完了當下喔 怎麼開始身體好像開始很冷 開始會顫抖 開始冷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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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 欸 差點變蔡伊伶 很冷 若冷欸 對 就 很冷 非常非常冷 然後 只有一下子半個小時以內的時間而已喔 我的身體是冷到不行 然後 那個紫夹齁 我開始看我們 怎麼全部都變成紫色的 因為那是缺氧了嘛 可是我看我人好好的 我可以走路 我看我怎麼會缺氧 我心脏也没有问题啊 可是我就是觉得非常冷 然后暖气也开到最强 电热毯也开到最强 然后日本不是有那个 有没有看到樱桃小丸子 他们那个都会有一个桌子 然后盖起来 它里面有那个暖炉 我那个都放了 我就是冷 很冷 那我想一想 我就让自己安静下来 我想说不对 外面在下雪 我冷这样是应该的吧 可是问题是我的室温 已经很高了 为什么我还是冷 那我就开始想说 好 我今天我到底做了什么事 我除了吃那些东西以外 没有做其他的啊 那我开始怀疑嘛 那个职业病就开始来了啊 就是要开始分析 很多的因素跟原因 然后我热水澡我也洗了哦 还是冷哦 那后来我想说 那有没有可能是因为 吃牛肉的关系 可能年纪大了嘛 开始身体又不太适合了 那我就想说好啊 那晚餐我就改一下 换成那个鸡肉跟海鲜啊 好 那么倒进去 那个就不得了了 就好像在雪里面加砒霜一样 那个整个人是冷到 没有抖 这次就没有抖了 但是我躲在那个被子里面 我就觉得我好像是穿短袖 住在艾斯基摩人的那个宾屋里面 就这样 这是礼拜六发生的事情 晚上然后一直冷到隔天早上 我哪一个晚上都没有睡觉 我看外面的雪已经停了 我还是我没有办法睡 然后那个是从骨髓冷出来的 它不是真的是雪那么冷 那第二天我想说 不会吧 怎么会这么巧 那不然这些东西就不吃了 我就吃豆腐跟青菜就好了 那个中餐 早餐没有办法起来嘛 然后经过了一整个上午的思考 我中餐我自己煮豆腐跟青菜 就吃完之后半个小时 我身体就慢慢在回温了 那个是我还没有学佛 我没有学佛 我也没有吃素 但是在那一次突然间让我觉得不会吧 那一定是有问题 很邪门 一定我中邪了还是怎么样 不可能不可能 不可能 我一直觉得不可能 因为这是违反 我原本的那个思维模式跟逻辑 吃肉才有力量 对 吃肉那时候吃肉很有力量 对啊 结果我不信邪嘛 我晚餐我再煮一次 就是吃豆腐 然后吃青菜就好了 嗯 身体完全回温了 而且在那个室温这么高之下 我开始流汗 然后我那时候我就很震撼了 我想说 不会是因为我开始念经之后 身体有改变吗 不可能 那也不可能 就开始一直否定 开始要厘清要否定 那后面呢 礼拜一的时候 因为你要上班嘛 我也不敢说再让自己身体冷成那个样子 我就连续吃了一个礼拜的素 那那一段那几天也下了下雪下了很久 可是我的身体我不会冷 然后我甚至就穿那个羽绒服 里面我只要穿一件那个 比较薄一点的长袖就好了 就没事 所以从那一天开始 我就开始想说 那可能饮食是真的是有关系哦 可是后面我又自己再去尝试了一次 我就再去买一小盆的牛肉再回来试 对啊 然后就开始流鼻水啊 就开始流鼻水了 然后后来我想哦 那这个不可以随便拿自己的身体 做实验 可是现在有人 吃青蛇万人也不会这样 真的啊 他们可能还没有撞墙撞到够啊 就像马医师讲的 那个印记还不会很深是吧 其实有时候不是印记很深 是人的那个恍神了 恍神了 他没有觉察到说可能自己身体在改变 比较顿 对 那我现在哦 把他再展回来一点点 他那个 陈医师回来这几年先开始就是 人家跟他讲的时候 他可能会说啊少吃一点啊 或者是什么 然后现在 不一样哦 他有时候进我那里的时候 他会告状 其实不是告状啦 他会说师父 我看这里的一个信徒 或者是这里的师父 他身上有什么 我觉得他的身体哪一个地方在坏掉 或者是他的精神上某一点真的不对 我都会笑一下 因为不能里面再跟我讲 我就会觉得啦 因为这个马医师现在也在场 他也常常跟我讲师父这个人哦 他某一些地方不改 他会怎么样 为什么你们现在有这个体验 你常常来跟我讲 我也没有去跟那个人讲 就像到今天为止 我们这里有一位这个身体上有毛病 这一事大概跟这个 这种病应该不会连结上 可是你也会直觉说 他这个人有毛病 是不是在过去的饮食 或者是想法 或者是职业上 有某一种关联才会有这个 前世的会弄到这一事来吗 我想要比较长话短说一点以后 有很多东西 陈医师都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这个真的就是在走得更深一点点了 就是其实为什么 人家也讲你还有你爸爸 对不对今天 你先从这些 你把你的感受 这些的感受跟过去的职业 跟那个有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太轻松了 就是什么 那我会什么 那个 这ala 那我会继续 那你会继续 那我会继续 那你会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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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会继续 那个 那你会继续 那我会继续 那你会继续 那会继续 然後後來就聯繫教導你們這幾個進來 對 這個 其實剛才處理我父親的那個事情的時候 我突然間 我本來是沒有感覺的 可是後來他講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我突然有一種想哭的衝動 因為 不好意思 我聲明一下 那個陳醫師跟他的女兒跟陳一輩醫師 幾乎是同一個時間慢慢的把他們 那天也說到他爸爸的一些 自己是醫生 自己有某一些毛病 這個都跟前世有一些因緣 對 因為就是說我父親前世是 就是我父親現在 胸會經常胸悶 然後整個人就是 因為我這次回來看到他 因為我雖然我把媽媽帶回來了 那這一塊這個又是另外一個很長的故事 那我把媽媽帶回來之後 我現在再也不用去大陸了 那邊就等於算是一個稍微的圓滿這樣 那可是我帶回來之後 我本來以為說我父親會比較開心 壓力會比較小 但是我 我有覺得說他這一個月 我們7月21號回到台灣的 然後這一個月裡面 我怎麼覺得 越來越高 就是越來越 就是有這樣的姿態出現 然後我有 因為 當然他 那是我個人的看法 我的看法 跟他個人的感受 可能會稍微不一樣 但是我觀察到的是 我覺得其實他是滿疲勞的 然後也 當然他也承擔了很多東西 他非常的疲勞 然後呢 我有發覺說他 怎麼這一次 你把媽媽帶回來 他應該是很青春洋溢才對 怎麼突然間變得心事重重 然後整個人都開始駝背 然後好像也 又變瘦了 然後今天 有善之士出來跟我說 他說 因為過去生我父親是個獵人 然後呢 他的這個獵術OK 就常常 然後他去山裡面去射殺老虎的時候 然後就把 用那個 因為他懂草藥 所以就在那個 那個 劍的上面塗了毒 然後那個毒是用草藥做成的 然後一次就一箭串心串到後背 所以爸爸他的胸悶 跟後背那個駝背 都是這樣的原因來的 他說如果 我們不趕快懺悔的話 那可能爸爸的症狀會更嚴重 甚至可能他稍微一轉頭 或是幹嘛的話 會 也會影響他 比如說他在看患者 也會影響到他的判斷 會誤判的 那可能 會傷害到 其他的這些 來看病 來求診的人 那其實我聽到這一邊 我其實是沒有什麼 我沒有感覺 我只是就是像一般 喔好 求參偉對不起 我是真的是沒有感覺 但是直到他說 因為 射殺那隻老虎 是人家已經有修行過的 那是 本來是在天上 就天神那一塊有修行的 但是因為他犯的錯 所以墮入到 畜生到 然後 在山裡面再修行 人家修行的 已經快要 可以再往上提升了 結果我父親就把他射殺了 然後在弓箭上面磨毒藥 講到這一塊的時候 我心裡我就 看不到 我就特別特別有感觸 這跟你這一次 你做了醫生以後 慢慢覺得不能吃 是不是有沒有一點點 有密切的關聯嗎 有 有了解 是因為你了解到這些 OK 這個好像聽起來 在各位聽起來應該是沒有什麼 可是為什麼我特別特別的 感觸特別的深 因為 我發覺說 我們以為我們在救人的時候 可是事實上 我在研發這個東西 其實是對其他的 然後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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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讓我能夠 觸動的就是這一點 那 本來 你有 有 做草藥 應該是 可能 要 醫治創傷啊 或者是說 應該是來救人嘛 要拯救生命的嘛 結果 怎麼 是 把它抹在那個 是不是 這樣子 其實 你在講的時候 我一直在思考 剛才我也沒有在那裡 是不是 本來把它做成草藥 可能是變成一種麻醉劑 要去治療人家的時候 那你變成那個 那個苦 你把它射進去以後 你就可以任你自己擺佈 所以變成一種害的藥 因為你如果用一般的那個 我現在是這樣子講 就是 還請原諒一下 我要把這個事情說明白 因為 你單純只是用 一般的劍射穿的話 以醫學的角度來說 它是流血 它是慢慢的死亡這樣 但是它那個是 它是痛苦 但是它那個痛苦 它會一直糾結到它死亡 可是如果你是用 在劍上面抹毒藥的話 它射穿了 它有一個麻痹的作用 它是失去知覺 但是呢 我們在獵捕它 或是在拖刑它的時候 就會 會比較容易 它比較不會掙扎 也不會因為它 也不會因為沒有加麻藥的痛苦 跟我們反抗 所以我們就會更能夠制服它 對 這段後來它在補的時候 我正好有在那裡聽到說 你爸爸把那個老虎這樣射下去以後 要拖它就是 腳上頭下 就幫著 然後就拉 要拉到某一個地方去 那 會有石頭 也有四肢 或者是什麼東西 它就一直碰撞它 它說 所以讓你爸爸雖然這一次是醫生 他會讓他經常頭痛 還是什麼問題都發生 後續如果沒有就是 明白這個因緣業力的話 後續就會讓他 有這些病痛出現 然後從這邊 我為什麼我特別感觸特別深 因為我會聯想到 我以前做的那個實驗動物 原來我們幫他打了麻醉劑 然後為了要解剖 我看似在想要研究 然後拯救生命 事實上 你何須 本來動物的染色體 基因體就不一樣 怎麼 我現在才了解說 這個怎麼可以平行的運用在那個 那個人的機體上面 那一天 那一天 因為可能後面我要去做微串的訓練 那我就有來向師父請教說 怎麼辦 如果他們又要做那個大體的話 還有那個實驗動物 我前置作業我應該怎麼懺悔 我要用什麼樣的信念去懺悔 還有我要怎麼跟他們溝通 然後我後面我該怎麼做 我才可以不要去傷害人家 我來補充一下 因為說實在的我還在家的時候 現在就有在某醫院 也是一位很傑出的醫生 那他進來醫學院 他人是非常優秀的 但是他在解剖方面做了很多 所以他是來我們老和尚那邊聽經 有一天他就問我說 李某某 我問你我現在這樣子 說實在在這些眾生用這種方法 不同的方法來向我求救之前 我是不知道 可是我很奇怪就能夠體會到那些 然後他就說 你現在還在學醫 你就已經解剖很多 你從來不把這些當成是說 他本來很健康 你把他打哪一種病的病毒下去 然後再解剖 弄多少有多少的 要用什麼藥來醫治 像那天731部隊就是說 把一個好好的人弄到那個冰天雪地去 然後說要解凍 要解凍 那天才弄出來 我有請他們把這個錄下來 說 在幾度的熱水來幫他解凍的時候 最容易解凍 就為了要了解這個多少人犧牲在那裡 可能那個醫生是這樣的 現在在北部有一天他向我求救 我說你根本沒有慈悲心 甚至於他現在是一個腫瘤和解剖最多的 我說你有什麼感受 那天我說你要自己本身去懺悔 他就是因為我跟他講了 他只是怎麼樣 好啦 那我解剖那麼多 我就寫一張去貼起來 他就認為他是佛教徒 他每一年都有求懺悔 所以還是沒有辦法 變成他現在有一個很大的案件 我說你不要來找我 你根本就是把佛教的認為超度是一種 我可以逃避我的現實 那個罪都可以了的 所以最近你經常講 這個人有 比如說他的器官上有某一種毛病 我就認為 不可能在他身上發生 為什麼會很嚴重 你是不是從你的實驗 跟你的很多經驗去了解說 這個是前世做的事情 為什麼會落在你這裡 你現在不會覺得奇怪對不對 所以我們會經常講 我已經吃事出很久 我有沒有想到以前 我一定要活的 把他活活冰到冰箱裡面 然後殺來吃的 我剛才問你的就是說 過去生造的業 會不會讓現在有這個病 我就是在問這個問題 會 因為我現在突然臨時想不到一個例子 但是我想要舉我這個問題 我自己的 你自己的 舉我自己的 還是舉我媽媽的 可以 最好是舉你自己的 不要講別人的 我都講我自己的 好 因為 我有一個職業 那我這幾年下來一直都有 實驗動物的眾生一直來找我 然後踏伐 也不是踏伐 它正常這樣是應該的 那其實一開始我是真的沒有什麼 我真的是沒有感覺 我只是知道說因為師父說要忏悔 那我就好 我忏悔 我真的有在忏悔 我心有到 可是我是沒有感受的 我沒有 我的心我沒有動 我沒有任何感受 眾生的痛你大概沒有放在你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放個位置我要是那個被你實驗被你殺的 對 會不會痛會不會很恨 我真的很老實的必須要跟各位承認 我甚至是到吃素開始學佛了兩年多 我一點感覺都沒有 我真的一點感覺 我只知道說好啊 那要 那我就 我心裡真正的想法是說 我知道我要求忏悔 我也知道我錯了 但是我就是沒有感覺 我沒有一點讓我有一個觸動 我就沒感覺 然後我也很困擾 那可是因為有這些 有這些 這些 我先把這個 這個先放一下 那因為有他們 有這些業力存在的關係 所以我經常會流鼻水 因為我本來就有過敏體質 然後我常常 我是 我是開始還沒學佛之前 我就靠著運動 然後我大概二十幾年我沒有吃過冰淇淋 我就是靠這樣子 然後稍微把我的那個過敏稍微治好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回來極光寺之後又開始流鼻水 對 每道法會一定是流鼻水 而且一定要插酸管的衛生紙 才可以把那個鼻水止住 那後來就無斷的有那個實驗動物的 大體解剖的 然後甚至有細胞細菌培養的 來告訴我說 第一個 我那個鼻子過敏 一個是海鮮 然後 甲殼類的吃的太多 不管是 連過去生在江蘇做大雜蟹的生意 這些也都是落到一個鼻子的業障 那還有我身上以前常常會水腫 這些都是跟過去生做那個魚 就是海鮮販賣 水族類的那個宰殺死蛋都是有關係的 那後來我在 因為我們之前就是在江蘇居住 那我就在那一段時間 我後來開始有一年半 大概有兩年沒有回來勢力 那這一段時間 我並沒有過得特別的輕鬆 反而是比以前過得更辛苦 那我就知道說 那就是業障現前了 那我就努力 然後我就努力向周圍的那些眾生 可能還有明成祖時代的 我們製作鰻魚精的這些眾生 我也都跟他們求懺悔 那還有一些南京大屠殺的 我們也參與的 甚至是當日本兵 在跟人家做那個細菌培養的 我也都很努力的 一定沒有辦法做得很好 但是我就是努力努力努力 永遠是超越盡心盡力的努力 然後向人家求懺悔 我才覺得有到一個喘息的空間 可以讓我稍微的喘息一下 不然的話其實我的那個 我以前那個運動傷害啊 就是以前運動的時候就是翻滾 然後就啪整個就跌下來 所以我的後面那個脊椎是有一點脫位的 那那個不用開刀 可是一直以來我的背痛是蠻困擾我很多 因為如果站太久啊 比如說開刀開太久的話 我的背就很痛 然後躺下來的時候是沒有辦法平躺 都會痛到流眼淚 然後那個也是跟過去生 吃了很多的眾生的 時代很多眾生的肉 整個壓在那個脊柱上面 也是有很大的關係 那我也是這樣子 就是人家說什麼 我就承認錯誤 我就好我努力努力努力 那現在慢慢的呢 就是好像你會感覺那個脊柱 有回到一個正常的位置 那肌肉也是透過這幾年 不斷的修整自己的行為啊 走路的方式啊 然後還有一些站姿 然後慢慢去矯正自己的身體 跟骨骼的狀況 那才慢慢的好起來 對這個是 那如果沒有來這裡之前 人家跟你講 你有做這個 還有我請問一下 每次你被叫進去都不是 那個人有跟你認識或者在一起的 他跟你講到你有什麼的時候 你有沒有辦法馬上反應到說 我現在身體狀況 他講的就是跟這個一樣 對不對 可是你有沒有想到 這個會影響你的 你那時候相不相信 如果說 你現在身上頭痛啦 或者腰痛 是你以前傷害我們的 你說 你也不知道我頭痛 或者是腰痛 你怎麼會知道齁 然後那個時候人家講你的時候 你會不會說 我是醫生 我自己的腰痛就好 你跟我說這個 有沒有那種心態 還有怎麼樣接受 非常有 因為我會覺得說 我是專業的醫療人員 我不需要你來跟我講這個 我知道我頭痛 我身體不舒服 是因為頭痛嘛 血管性或是神經性的嘛 或者是有其他的因素 絕對不可 你跟我講這個 療障這個東西 我覺得那跟我兜不起來 但是事實上我來激光市之前 因為我有去學一些其他的課程 那裡面呢 他也是有講到一個西方的 也是有講到業力法則 但是他們所說的業力法則 是過去那個西方煉金式 他們在內修的時候 他們有覺察到的業力法則 但是沒有辦法像佛法上面 說得這麼的細微 這麼的精細 好比說 我們在地藏經裡面 我們有講到說 如果說吃太多了 多病短命 對 多病短命 還有那個 換諧音樂會怎麼樣 對不對 對 換如果你忘語罪會怎麼樣 有一次地藏經裡面講了一段話 就是說你如果 如果就是說吃得很多 就會 就是會那個 肌渴驗病病報 那這不是糖尿病的症狀嗎 這就是糖尿病啊 對啊 那我是這一天突然間送 每天早上起來做兩部早課嘛 然後 看一看 那不是講的全部都是醫療上面的症狀 但是他就是用一個很白話的東西把它說出來 所以我一開始 我就慢慢的有感受說真的 那個佛教經典裡面講的都是真的 甚至人喔 我也是從譬如說水燦或是連環寶燦裡面 看到了很多 為什麼人的心裡會出現疾病 很多啊 很單單一句 聯環寶燦不是說了嗎 若心生矣啊 非難是難 若心不宜是難非難 當我們的心 是一直都在處於懷疑 煩惱的狀態的時候 即使它不是災難 我們也會把它當成災難 甚至是煩惱 就像在環了七七公啊 九九八 煩惱天不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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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在煩惱一些 我們無法控制的事情 可是從來不會去想說 我為什麼要 我為什麼會對這些有煩惱 是不是我的執著太深了 還是說 本來煩惱就是我的喜氣 對 那如果我們的心沒有任何的 我們是乾淨的 我沒有想那麼多 那 是不是 它今天來的其實很多的困境 我也可以很客觀的去看待這個困境 然後從這個困境裡面去學到說 有什麼智慧我可以學習到的 像我會發覺說 我從師父身上 我一直在觀察師父 因為我覺得師父是一個很好的榜樣 那 那 我發覺說 菩薩 跟人 凡夫 有什麼不同 啊 真的是不同啊 但是 我們有一個共同點 我發現了一個共同點 就是 獨的 值得 でき 我們 還有一個共同點 就 跟人 解決別人的問題 當然可能要花很多時間 可是我覺得值得 對 禮苦跟受苦 菩薩會覺得說 同樣跟凡夫跟菩薩同樣都在受苦 但是菩薩他會覺得說 他在受這個苦的時候 他在感受那一份痛苦 然後從那一份痛苦裡面去發覺到 往下往下去覺察 這份痛苦負面情緒的底下 永遠有一個正向的意圖 他要教會我們什麼功課 教會我們什麼智慧 我們才可以離開這個痛苦 往比較清淨自在的方向走 這個是我最近大概 我大概感受出來的 所以我大概這十年吧 我花了很多時間在自我覺察上面 因為我覺得自我覺察是一個 內修很重要的功課 甚至是在我自己這樣 這個階段 我覺得是要我深入佛法去理解更多道理 我認為這是一個必經的過程 所以因為你要自我覺察 你必須要打破很多自己的認知 譬如說就像我從吃素到吃婚到吃素 這個就是要承認說對 我真的想錯了 我也學錯了 那我從現在 我有沒有辦法 我想要重新再來學習一個真正正確的知識 那為什麼要求懺悔 我覺得求懺悔是一個很一門很高深的藝術 因為當你說道歉 當你報道歉 懺悔的時候 我們在make things right 我想要把這件事情變成對的 因為我知道我錯了 我現在想要把這事情變成對的 那我就要先去反攻自行 我要去思考說 我哪裡 我到底是哪裡做錯了 我哪一點做錯了 才會導致我今天的這個結果 那如果這個結果是好的 我的人生應該是往前走才對 為什麼它會是一直停滯不前 甚至是一直在那邊打轉 甚至是又造成更多周圍家人 或是更多朋友的傷害 那是不是我可以回來先安靜一下 我先思考 我可以從哪邊開始改變 可是我還想加上一點點 比如說你認為我在某一方面 身體上所作為的 或者我所講的 你就認為我在某一方面做 可是釋迦牟尼佛說 他斷了所有煩惱 還要經過三大二生曲節 把所有的煩惱斷進 就是我們現在講的零缺點 我是認為我們現在不要把我的缺點 全部斷進來才去影響別人 因為你三大二生曲節 我們有些人才兩二三十年 有些五六十年七八十年 我是認為我知道多少 我二年級的可以幫忙一年級 三年級的可以幫忙二年級 一年級 可以不要等到我全部都領缺點 再來告訴大家 我們現在極光室 我所用的就是這個 我們時間下午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可是我有一點我要請宜貝醫師跟我們分享 因為那天他跟那個陳醫師講說 我認為如果了解佛法 對醫學上更有幫助 還是怎麼樣 你剛才你那天講了 這句話我不知道你怎麼講 我覺得因為你只是在做醫療 這個是一個很表面的東西 那再往下深入的話 我這四五年我也是在學習很多 心理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生態學 因為我覺得吃素之後 真的有看了很多 視野會變得比較寬、比較廣 那這些東西不是我自己要去學的 而是每次我做完定課之後 就會有一個聲音告訴我說 你應該去買這一本書來看 結果這一本書我買了來看之後 就解答了我當下的問題 我的疑惑 所以我後來發覺說 然後再從這些書本裡面 我再回推回去 因為我從書本裡面 我看到很多佛法裡面所講的經驗 那我其實會非常的震驚 就是說 其實原來佛法裡面 它涵蓋了整個社會人文素養 甚至文化所需求的各個面向 只是我們總是 我不知道 當然各位前輩還有先進們 就是學的一定是非常的艱深 我只是出身之獨 所以我無法跟大家分享很多的 很深的一些佛教的經濟 但是我看到的確實它有很多的 很深的人的心裡的層次 它可以從佛法裡面 走到更細微的地方去拔除 一些比較不乾淨的東西 所以我真正認為 為什麼我一直要黏住極光寺 然後我相信我這一生再也不會退轉了 因為我覺得 我只有 我只有在這個軌道上面 它才會保證我不會走錯路 但是我走錯路的時候 隨時 第一個我自己應該會有意識 我可以把自己拉回來 第二個 如果我有盲點 我無法看到的話 總會有善之士來告訴我 第三個 我一定也可以從所有的燦本 或是佛經裡面 每一次的供修 我會去發現自己的缺點 然後我缺少什麼 然後 當我缺少了什麼 我不曉得 我沒有感覺的時候 我就向佛菩薩發願 我會祈求佛菩薩告訴我 我缺少了什麼 或者是說 我應該往哪裡去思考 我才可以發現我的缺點 然後去轉換我的行為 轉換我的思維模式 請求你們告訴我 當我每次這樣子想的時候 因為為什麼要發這個願 因為 我不想要 我可能一個 我可能說話錯誤了 或是說我以後去工作了 我一個行為錯誤了 去害到其他的人 因為 你害了一個人 你看起來是一個人 事實上你會害一整個家庭 或是一整個家族哦 那個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一直 最近我一直在提醒自己 那每次當我發了這個願之後 馬上就會有一個個案 或是有一個患者 讓我可以感受到 我當下的這個議題 我就學習到了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對我來說 是非常 感動 然後很值得珍惜的一個 的每一次的機會 那因為時間關係 所以我不能夠耽誤大家太久 那最後祝福大家 平安健康 發起充滿 阿彌陀佛 我們很謝謝伊貝醫師 其實前天他跟一位純先生講的話 我有把他錄下來 因為那個是他針對跟這個 一般對佛法不太瞭解 對身體健康也不太瞭解的人 他講的 沒有像我今天請他上來 還中間還打斷他的話 診斷 錄音帶有 一個鐘頭 又 三十多分鐘 我想對每一個人要瞭解 我們的疾病 為什麼會有那個疾病 跟佛法說沒有關係 是非常有關係 因為瞭解到因果 你造什麼因 有什麼樣的毛病 這個很重要 偶爾你們到我那裡去 我可以放出來讓你們去聽一聽 不要互相聊天 聊那些有營養沒營養的 每一次法會 我都會借一點點時間 為什麼 拜完了就大家出去聊聊天 不是大家都很難得來這裡 然後你跟我說 你應該去對什麼買什麼 我覺得那個沒有用 不如大家在這裡 多了解一點佛法 尤其是 一個人講 你們這麼多人聽 你們有 兩百個就有兩百個 大家的感受 可以回去分享給自己的親友 我希望來這裡以後 真的大家業障慢慢的消除 不會慢慢的增長 好 太好了 哈哈哈 太好了